盘点不同年代用过的文具盒 看看你用过哪一款 铁皮文具盒 这是爸爸小时候用过的文具盒 纯紧的材质 金光闪闪 上面的划痕 足以证明了他的历史年代感 这穿得上是我家的纯家宝了 原来存放着爸爸当年削了这么长的铅笔 这根铅笔屁股 才被爸爸咬成扫把了 还有一根被爸爸用了这么短的迷你铅笔 这是环保事业第一人 还有这被爸爸在嘴里把玩过的红色橡皮头 和一把生懒秀的小刀 这都是我家的纯家宝 文具盒上印的成瓦口诀 爸爸到现在都没有背下来 不过非常结实的铁皮文具盒 用来防身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塑料文具盒 这款塑料文具盒使用起来就非常的清便 文具盒上印的话 就是我的肺腑之言 里面都是我日常使用的文具 这个文具盒唯一的缺点就是 放不下一根完整的笔 只能将铅笔久合了放到文具盒当中 旁边还有个小盒 专门帮我盘了十长两年半的包姜橡皮 现在还能隐隐约约的看到它原本的颜色 有时候我会将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藏在这个小盒里 就是等我下课回来后 文具盒都不见了 为了能多双点文具 可以买了这个草莓笔袋 上面粉嫩嫩的草莓 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食欲 笔袋的顶端还有个小学笔刀 设计的非常人性 给你们看一下它究竟有多能装 没有我的课本也不能落下 最后连我晚上睡着了我的抱枕 也要塞入笔袋里 带到学校 最后全天天的笔袋 拿都拿不动 这个文具盒特别的好看 上面有樱花 还有樱花露的图案 文具盒的表面上 还有粉色烂紧的暴流沙 就好像樱花飘落了下来 打开文具盒 里面有两个独立的半圆式凹槽 一半的凹槽用来放我学习用的文具 另一半可以单独放我的眼镜 真的是学习好看两不悟 这个小狗王王队的 机关文具盒我超级喜欢 而且它是正反双开门的构造 容量非常的大 文具盒上还携带着暗纽削笔刀 里面还能削出大脚粗细 完全两种不同的铅笔 这边的巧合还可以藏 写给同桌的情书 也没有让你心动 解压文具盒 正采独角兽形状 还配了一个手提的拉链 让我们可以随时的溜它 每天上学糟糕的心情 都被这个文具盒所治愈 上面的包包用手一说就下去了 而且还发出咯噔咯噪噪的什么 被按下的凹槽 用手在笔袋里一顺 立马恢复如初 不知道佛祖脑袋上的包包 有没有这么好按 多功能文具盒 这款多功能文具盒特别神奇 它的粗细正好一只手又能握下 在这暗槽中藏着一把尺子 打开这端就是一个削笔刀 而另一端就是新世界的大门 看它这个构造 像不像左轮手枪的上诞堂 我们按住按钮就能将里面的文具推出 这小小的文具盒里面 竟然藏了六根笔 最有趣的是中间还藏了一条橡皮 轻轻一按 橡皮即可弹出 像我这样将橡皮划出 然后按住这里 就可以用来擦除本子上的字迹 而这几种文具足以满足日常学习的需求 而且小小的文具盒用起来是真的方便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最喜欢哪款文具盒呢 众所周知 70年代是十分贫穷的 那时候便说买画笔颜料 就连普通的一根铅笔也买不起 只能用稍火棍当画笔 才能坚持自己的热爱 80年代 这款古城牌蜡笔 可能是80年代人们的一大回忆 弄起来感觉黏糊糊的 还有古特别奇怪的味道 简直越文越上头 这款蜡笔画出来颜色鲜艳 十分的好看 12种颜色满足日常绘画的需求 不过我最喜欢用它给我的课本涂上颜色 让我学习都十分有动力 90年代 后来出现了一种彩色铅笔 一盒有24种颜色 再也不用担心像蜡笔一样 弄得满手都是 当颜料所生不多时 只需要拿削笔刀拧上两圈 又可以继续作画了 在纸上涂鸦时特别的流畅 而且一点也不会脏手 写起字来也十分的细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记下来我的彩钱越用越少 当我知道有这种迷你蜡笔的时候 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盒 就这一小盒里面还有12种颜色 真的是还没有我的小母指长 感觉轻轻一用力就能给它卷舌了 既然我都用这么迷你的蜡笔了 肯定再买一本小书这样才搭配了 看着书中迷你麻麻不认识的文字 就可以用迷你蜡笔标记书中的重点 彩色白板笔 这是老师在白板上标记重点时用的笔 上面有块黑黑的软吸铁石 具有良好的吸附性 这根笔不光在白板上写字 就在纸上也毫无问题 既然在桌子上乱图乱画 也可以用顶上的小刷子将它擦除 一点痕迹都没有 最好玩的是它可以在水里画画 一般人我都不会告诉的 看我在水里画一个小蝌蚪 轻轻地晃动小蝌蚪也不会散开 再来一颗小星星 你们看哪怕在水中写字也没有任何问题 简直不要太神奇 当00后用的绘画颜料可真的是与时俱进了 你们看这画笔就显得十分与中不同 造型好像一个魔法棒 你们的颜料都是这种闪闪的 就好像好看的星空一样 需要用画笔占取颜料 就可以在纸上轻松地做画 看似流乱的线条 看着又夸张的绘画手法 紫色和黄色两种颜色的碰撞 中间的粉红色绣内的炸开 实则都是我身体里的艺术细菌大胆地迸发 我将这幅画命名为窗外的烟火 你个大聪明 你拿烦了也能画得出来 看着颜料干了后还闪得不灵不灵的小星星 玻璃画笔 是的你绝对没有听错 这款颜料竟然能在玻璃上画画 将它你们的眼睛看好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颜料涂在玻璃上就像糖浆一样 看到我都想藏一口 你们看这样一颗小星星就画好了 我发现这个颜料碰到金线 它们是不会融在一起的 这样用自己DIY出来的水杯 我一天能喝八吨的水 那么以上这些画笔 你用过哪一种呢 盘点不同年代用的修改工具 你都用过哪一种 橡皮蘸水 这个方法是代代相传的 是橡皮蘸点沉鲜水 在写错的字面上轻轻擦拭 这是很考验技术的 稍不留意就擦漏了 然后把正确的答案写上即可 这是八十年代最常用的修改工具 用的时候拉开 贴在需要修改的文字上 用手指按时 像作业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迅速揭开 我有点翻车 后来有了修正贴 哪里写错贴哪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把正确答案写在白色方块中 上课无聊的时候 修正贴就有了其他的用途 彩笔给它上颜色 然后贴到手指甲上 就拥有了一个炫彩的美甲 自从涂改叶问世 在90后的学生间很快就流行起来 客前记得摇一摇 把牛奶般的液体涂到纸上 需要等待一刻钟的工夫 才能将正确答案写上 当然如果嫌它干得太慢的话 我们还可以拿打尾机将它迅速烤干 加上很快就干了 这是有点废卷的 你的娘俩真是个天才 小时候我还喜欢拿涂改叶到处去创作 涂改带 涂改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改作业的速度 只需千千一按 措置就消除了 无需等待 马上就可以把正确答案写上 笔形涂改带 后来有了笔形的涂改带 细长的身材 大大的提高了笔带中的空间 彩色涂改带 这种彩色的涂改带有点像传统笔 还可以替换里面的新 就是它涂出来的是彩色的字母 上次涂了一次作业 太尔贝老师骂死 更多是用来做手杖装饰 十分漂亮 隐形胶带 自从隐形胶带的问世 就风靡了整个学生圈 将胶带轻轻易吃 贴在我们需要改的字上 将胶带轻易接 就能看到将错题粘到胶带上去了 这为我们修改整理错题 节约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直接在胶带上修改 十分的方便 这是我最近也才知道的一款橡皮 白色的这一端可以擦铅笔 黑色的这一端可以擦水笔 确实擦的是比较干净的 我突然想到可以用它来修改老师给我打的分数 将四擦除 打成六 这样我就及格了 这个就叫专业 以上的修改工具你都用过吗 不同年代学生用过的胶水 你都用过几种 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那时候没有胶水 想贴东西的话 你能占取自己的货吗 八零年代 酱糊 酱糊是属于八人后一代人的记忆了 配料十分的简单 就用面粉和水就好了 第一步倒入面粉 第二步边加水边搅拌 第三步起锅烧水 倒入搅好的面粉 不停的翻炒 这样一锅酱糊就熬好了 倒入碗中 我们等它静置晾凉就可以了 不仅胡强还能吃 小时候过年 一边帮爸爸贴春莲 一边偷喝酱糊 最开心的还是年三十 从我爸那里收到用酱糊 封得严严实实的压碎钱 就这点 90年代液体浇水 这个浇水瓶子自带涂抹工具 比酱糊用的方便多了 就是每次使用很难把握好用量 它总会把纸弄得皱巴巴的 干得特别慢还经常侧漏 双面胶 它的粘性比较水强 而且还不用等它晾干 直接撕下贴上就好 可是我真的好讨厌撕这个白膜 但是它的粘性确实是很强 00年代固体胶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固体胶了 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只要轻轻转动底部 就像妈妈的口红一样 一转就可以轻轻松松粘贴 贴上我刚剪好的小手工 怎么样 我的贴纸剪的是不是很好看 那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吗 10年代 笔形点点胶 文剧界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 把什么东西都做成笔的造型 如果我不说它是胶水 谁又能想得到 还可以写字 它甚至可以像圆珠笔一样换替星 陕粉胶水 这里面就是胶水加了云光的陕粉 看起来十分的漂亮 有非常多的颜色 当我们做手工的时候 本能就会变得非常好看了 抖出来就像拉丝的果冻 这么好看的胶水 你们想拥有吗 闪片液体胶 顾名思义这里面装了一些较大的云光片 挤出来会十分的漂亮 但是由于我买来它一直没有用 小光片都沉底了 当我倒过来静置9981天 底部的闪片就会沉淀下来 这个胶水粘性十足 挤出来就跟大笔定一样 像这样将胶水挤入手中搓匀 像这样的反复拉扯 就可以看到产生的蜘蛛丝 玩够了之后直接一搓 胶水就从手上掉了下来 搓下来的胶水就十分的有韧性 又够我玩上一天的了 变色液体胶 这个胶水就特别神奇了 你看它挤出来是这种紫色 它干了之后就会变成无色透明 我们赶紧给它晾干看一看 它这小块已经从紫色变成无色的状态了 我们将它铺开 这样它干了就会十分迅速 真是太神奇了 紫色完全看不出来了 这瓶胶胶水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弄到它 别看它现在是乳白色的 但是关了灯之后 它会发出绿色的荧光 十分神奇 炫不炫酷 我们将它挤出来 哇塞 挤一个心 这样香酷的胶水你们想不想拥有 最关键的是它还可以持续的吸光 以上的胶水你们用过几种呢